美国总统拜登3月9日发布了总规模接近6.9万亿美元的2024财年预算 他提议通过对富豪征税在未来10年内将政府的赤字减少3万亿美元 油气公司的企业税率从21%升至28% 国防预算增长3.2% 五角大楼的开支增加260亿美元达到8420亿美元 因为国防部要提高军队薪酬和应对对抗中国等各种挑战 将近250亿美元用于加强边境安全 比2023年增加近8亿美元 联邦雇员薪资提高5.2% 拜登团队预计今年美国通胀放缓至4.3% GDP增长0.6% 失业率升至4.3% 共和党人还未提出自己的预算案 但他们表示无意同意任何增税计划 并抨击该预算案误导 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在其关于拜登预算的首次公开声明中 抨击总统的提案完全不认真 荷兰政府3月8日表示 加入美国遏止芯片出口到中国的努力 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的限制 以保护国家安全 荷兰贸易大臣利耶·施赖内马赫 在给议会的一封信中宣布了这一决定 称这些限制将在夏季之前推出 他的信没有提到荷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 也没有提到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 和半导体制造商的主要供应商阿斯迈尔 但两者都会受到影响 他在信中特别提到了一项 将受到影响的技术是DUV光刻 这是阿斯迈尔出售给计算机芯片制造商的 第二先进的机器 阿斯迈尔在回应中表示 预计必须申请许可证 才能出口其DUV光刻机器中最先进的部分 但这不会影响其2023年的财务指导 中国外交部3月9日称 坚决反对荷兰的这项计划 还称向何方提出了交涉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日前警告称 伴随全球变暖 海面今后将继续上升 不仅是低海拔的岛国 而且对东京 美国 纽约等沿岸大城市来说 也将成为重大风险 他表露危机感说 上升速度正在加快 我们与海面上升的斗争逐渐失败 塔拉斯介绍称 海平面在1971至2006年期间 年平均上升1.9毫米 但2013至2022年期间为4.5毫米 达到两倍多 即使把工业革命以来的气温上升控制在1.5至20时度 海面也会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上升 成为对全球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的重大风险 他指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关于南极冰川融化的研究显示 海面上升幅度可能超过此前的预测 乌克兰官员报告说 俄军3月9日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袭击 造成至少6人死亡 乌克兰军方表示 乌军击落了俄军发射的81枚导弹中的34枚 同时还击毁俄军使用的4架伊朗造无人机 奥德萨州州长表示 俄军导弹击中了能源基础设施 当局采取了停电措施 在哈尔科夫州的哈尔科夫市 州长表示俄军对该市及周边地区 实施了15次导弹袭击 而袭击的目标包括关键的基础设施 乌克兰首都基辅也遭到了导弹袭击 星期四的袭击摧毁了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供电系统 核电站的运营商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表示 已经启用柴油发动机以维持核电站的运行 而且有足够的燃料持续10天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呼吁 就此采取紧急行动 因为自从俄罗斯一年多前入侵乌克兰以来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供电系统 已经第六次被切断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一再针对附近地区发动的袭击 令人担心发生核灾难 扎波罗热核电站州 咫尾巴罗热核电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